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日早上美洲國家盃貴軍戰會開達,加拿大會與烏拉圭一決高下 加拿大在今屆美洲國家盃中一共入兩球,攻擊力不太好 今次面對強勁的烏拉圭,加拿大應該輸硬 加拿大首次參加美洲盃,外界對他們期望不大,雖然份早賽取得一勝一合一負 能夠滅脫致力,完成出線 但球隊功力上只能夠入一球,功力比較薄弱 來到本準決賽,加拿大與實力並不強的委內瑞,是常規時間內打和1比1 最終互射12碼才淘汰對手,上將準決賽,0比2完敗給阿根廷 就算球隊當行數據與對手不相伯仲 但加拿大的把握力與阿根廷都比不上 五場美洲盃,加拿大常規時間內取得1勝2王2負 一共入得2球 所謂今仗加拿大沒有贏面 至於烏拉圭,在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排第14位 加拿大只是排第48位,所以明顯實力上烏拉圭更強 而在美洲盃歷史上,烏拉圭曾經15次奪冠 他們與阿根廷並列在這項賽事奪冠次數最多的球隊 今价美洲盃,烏拉圭在分組賽保持全勝 當中,昆祥入球數高達3個 在分組賽階段是火力最強 之後半準決賽,烏拉圭又淘汰奪冠大熱巴西 但最終準決賽一球輸給哥倫比亞,未能進軍到決賽 入球球員方面,劉尼斯、阿拉奧組和華為迪都入球 球隊火力點更多,尤其是劉尼斯和阿拉奧組 還不止一次能夠幫助球隊入球 看回人腳,後衛朗勞阿拉奧組就是因傷要決陣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猶如置身現場,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明天久,熱得最高 明天久,熱得最高